自爱因斯坦于1915年发表 广义相对论以来 我们一直在证明它的对错 而最近一项为期26年的观测活动 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证明广义相对论对恒星运动的影响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一颗恒星 路过超大质量黑洞 而这颗恒星其运动表现 完全符合广义相对论 也就是与爱因斯坦预测的一模一样 在经过广义相对论诞生的100多年后 再也不会有对与错的争论了 这也是理论与实际观测结合的一个案例 爱因斯坦提出了理论方案 后人通过观测 证明该理论可以适应于黑洞 我们知道 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巨大黑洞 所有的恒星都绕着巨大的黑洞运转 研究人员发现 2.6万光年以外 有一颗恒星正在路过这颗大黑洞 位于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研究人员 他们花了26年得出了这个结论 从地球上看 这个黑洞通常很安静 但也观测到这个黑洞浑视天体的全部过程 对于距离黑洞太近的天体 黑洞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这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400万倍左右 不大不小也算是一个大质量黑洞了 400万倍太阳质量意味着其拥有强大的引力场 为了观测和深入了解黑洞 26年来 研究人员一直使用欧洲南方天文台 观测银河系的中心 来自巴黎天文台的天体物理学家等人发现 恒星的轨道非常接近银河系超大质量黑洞 每隔16年可以出现一次极端的引力影响 于是便利用仪器追踪了这颗名为S2的恒星 而在2018年5月份 研究人员亲眼见证了S2恒星非常接近黑洞的情景 其运行速度也很快 每小时2000万公里 当时银河系中心 那颗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场 完全扭曲了恒星的干线 而其恒星的引力扭曲效应 与广义相对论的理论相吻合 再一次完美地印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 为了捕捉这一情景 科学家已经跟踪了20多年 今后科学家们依旧会持续观测 这颗巨大黑洞和S2恒星 希望得到更多讯息来揭示黑洞的奥秘 欢迎小伙伴在视频下方评论 顺便点点关注转发一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